方家伯明晚的賽區幾乎交給女神處理 這隊剛剛在田草拿到一 win 一 pay 組合 明晚會不會大豐收呢? 勤力粗脈的班德黎 明晚 full book 上陣 是否可以起快做大紅星呢? 加州紅森上將初出後徑零例 對著競敵金鑽貴人都輸半個馬位 今次火車潘會不會幫到他開債呢? 各位朋友, 明天有馬跑 明晚發湖谷終於跑九場 最初聽說八場 跑九場就比較高興, 是否這麼說? 明晚就跑個B欄 B欄又說魔鬼跑道 一會兒又說B欄很狡猾地說 究竟為什麼?我都不認識 我這些東西完全不知道 要問Kitty才行 我就看回谷祖B跑道 對上一次是3月9日 當日就不是很魔鬼的 為什麼經常說B欄魔鬼呢? 有時來追有時來放 一月份那次後追馬又多好 但最近可能關於天氣事 可能天程地快 都是前肢馬 貼籃馬 比較好看這次會不會都是這樣 還有B欄機哥 是否因為那些馬轉彎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貼到欄 那個彎位的慣性 是不是那些馬通常會飛出去呢? 因為那個彎 凡是跑彎位後移 那些馬的角度的問題 其實它轉彎後 之後呢 它走到跑道中間那裡 就為之是最平衡 就是那隻馬跑得最漂亮的 如果你算 凡是彎位後移 你強行對回去呢 其實等於那隻馬來閃 當然啦 再飛出去的 那當然就蝕了 所以你要因應跑道的形勢 那些騎士跑怪馬 它要就著馬的平衡 就是等它 那條難它根本不用理它 基本上 不過你的錯覺 你覺得哎呀 波出來 其實不是 其實它是走得最漂亮的 就是在中間 所以 特別是B欄 所以很多馬都飛得出去 其實它不是飛出去 那條欄強行弄出去 又在裡面 就是等著它 因為它彎位後移了 是這樣的 角度跑馬就是 總之我們觀察B欄 因為那些馬可能在中間那裡 跑多些 比較少塞車的跑道 這次就跑九場 基哥都說了 因為有多組拆組的賽事 頭兩場就是五班一千位拆組的賽事 頭場開跑時間為6點45分 留意這次跑九場 所以更改大彩池 這個表都會繼續出現 第後馬鐵四五場 三天五六七場 六環採頭 第四場開始 第二後馬鐵六七場 三寶七八九場 第三後馬鐵八第九場 這次就沒有多保 不過停賽其實都幾禁 因為田太安停賽 相信對形勢都會有些影響 還有霍宏星停賽 下期停賽 最近控引蔡明少 下期停賽 看今天會不會繼續贏 這次我們選了哪幾場呢 這次選了二三四場 我覺得好像早段長次 就多一點重心 跑到後一點就小心了 形勢是這樣 我看一下 現在跑馬也是 其實跑馬也跑到 一到沙田也好 跑馬地也好 裡面那些地 押地那些都是不用管它的 押地不是押個位的 押三分二跑道的押了 其實後段長次一些馬 就是在外面跑 沙田也是 比較好處 這個只是個別的 那天都一樣 一場是後上 一場是放頭 放回到尾場都是這樣 所以計的馬的性能 和能力是最重要的 這次我們三場 一千千二一龍五零都和大家分析一下 先看看第二場賽事 五班一千米這一組 第一組的賽事 插組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究竟馬房的心意是怎樣 因為有些馬可能你覺得 形勢上好跑些 但是馬房一次選三選 就不一樣 這場都有馬打王牌出賽的 五號的怪獸媽媽 終於贏馬了 這次繼續在一千米直路賽出擊 還有斗王牌出賽 就是十二號的威力喜 馬房一隊上陣的 就有徐宇石馬房 一號炮子膽的馬房三選有妙頭 上次慢了些 看這次轉一轉手 蔡明紹會不會 匹甲的速度 其實這些馬是水鬥很加關的 但是 先講形勢 炮子膽 他就脫掉了眼罩 你不知道他幹什麼 都不知道快不快 健康不正常 還有苗頭 上一次 埋門四天試 兩個大閘 跑到完全沒有火 這次形勢又不同 什麼馬快呢 怪獸媽媽一定要搶 他靠攬 有苗頭 都會搶回前面 今次 炮子膽 就 不知道會怎樣 正常都是估計的 在前面 正常 還有匆匆再出的 神浪金剛 他跑一千 他跑一千 都不是特別快 這隻馬 真的 上一日已經是 神浪金剛 都是跟馬跑 不夠快 他已經是做到最好 上一次都輸了 你真是 都不知道怎麼搞 怎麼 替他贏回場 真是可憐 形勢是這樣 有些就 譬如電子寶貝 這次他排過四檔 他未必要這麼厚 這場馬 我就說那些馬很水 只有兩隻馬 不是夠水 就是電子寶貝 和大熊星 大熊星塔 跑這個程 怎麼都是嚴短的 照計 只有兩隻馬 不水 這些馬 會一直 只是加分 可以這麼說 很容易贏 就像電子寶貝 我們看回 他四二五個場馬 當時排位排得不太好 抓得到後面 就算這麼吃虧 看看他怎麼追 同場可以看前面 怪獸媽媽 輸了給旁邊那隻萬事友 如果看回 電子寶貝 一千米留到最後 當然一定是被動 但是不斷撲上來的勢很強 可惜始終都是太虧的關係 追回到第四 我不喜歡這些騎師 那條僵繩 他不是常常都是這樣的 是那次騎的那條僵繩 倒了下來 一個彎 這樣 鬆了我反而不介意 你拋一下那條僵繩 我就不介意 但是他不是 那個僵繩一個月亮 這樣彎了下來 很過癮的 剛才說 你看這隻馬在門 就做足事 這次擺明居馬 做到很厲害 那些功夫 彈完草雜 然後又怕跳 有些跑開就不用跳的 但是呢 一隔一大輪 他做很多事情 這隻馬這次做很多事情 這隻馬 成熟狀態 可以說更進一步 放一個雷神上去 那你就知道 這個馬房 結起來都沒辦法 十幾元 那些捉出的 十幾匹都有 這隻馬 實在說 這隻馬 其實他的處境 在這裏說 其實他只是 這隻值十幾匹就對了 是啊 他是 那天他捉出的新馬 幸好他贏了 那十幾匹 真是不夠馬京風散 這隻不同 這隻應該十幾匹的 那個機會率就說 是啊 所以呢 當然要先走 說回這些水 怪獸媽媽 水馬來 不用說了 一塊飯 好像說 水馬有水馬 看看他 水鬥水 有時候 那些聰明的 有時候跑得不好 他就贏了 看看他 還有個數據 潘頓 有個數據 潘頓 你問呢 今季如果谷草 排二檔的成績 總數有十七匹 勝出率 接近三成 上名率 都六成五 最近潘頓 雖然日行一線 不過這隻 都這麼辛苦 是他贏排著 一個好檔 可能都會繼續跑得好 看看他上次怎樣跑 欣賞一下這隻馬 你跑之日 欣賞一下這隻馬 其實千二真的不夠 末段有少少軍速 所以一千都適合了 快就快 賺了 不過如果你看回這裏 早段 雖然說 棋裡出來 末段也有少少軍速 旁邊高高 衝上來 還有陽明觀著那些 這裏 都贏得挺辛苦的 這場頭馬 他真是很鈍的 很鈍 現在再慢一點 給你看得很清楚 他真是一隻 很大頓的馬 沒辦法 低班馬 低班馬 有最低班馬 那這隻風 很漂亮 日光超影 高柏薩 這個 你知道 他比其他 小小 有什麼好奇 他是厲害的馬師 不過作風 還有他都 令到他贏馬比較少 他接手這些馬 搞得好 比你上手 有什麼好奇 正常 這次 都 沒什麼可以保留 排在二檔 不贏 起碼都 有機會 有得跑 有苗頭 剛才說 上次的跑法 完全是不正常的 對於這隻馬來說 對 可能 四日試兩個大集 試死了也不一定 短途馬 完全沒有火 出來跑 完全 一步都沒有 但跑得好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看看有苗頭怎麼跑 因為有苗頭 上將 真的騎也不快 看韓澤瑤 看這一場 較早 的場次 六場 對 這裡把握到的頭段 都挺好的 但末段 均速一點 比那隻陽明官 穿的時候 什麼很輕的 就是117磅 守著一個好位 最後過了他 不過有苗頭 跑第三 的奧龍區 及後都成績很好 這次 這次 回一回 上次跑得這麼醜 這次 換過 蔡明嘲 其實蔡明嘲 何澤瑤 都是 那個格的 不過 蔡明嘲 犯數多些 跑短途 這貨在外蕩 沒什麼不妥 照看就是這樣 沒什麼不妥 上次 沒了他 沒前 沒後 後跑得都不是這隻馬 這次交出水準 他正常的同馬房那隻 起碼都健康狀態 是不是 所以我們怎樣也要拖回他 還有一隻陽明官 這隻馬 又喘名又等等 很麻煩 不過 他近期的狀態 確是穩定了下來 已經出水準 好像都 咦 水得來都 有點抱 看看他怎麼操法 最近操練 當然 我相信他都想繼續贏 不過可能是重磅的關係 上次衝下去又一般 又蝕毀 不過繼續做功夫 三隻馬一起拍 看上去 看上去 好了 這一貨最後 一直拖著 都是有盞火的 外面 南部那隻 他搞得挺好的 其實上次賽前那部試襲都已經不錯 是的 這些馬 水的 是水就是水的 所以我這場馬 只有兩隻馬比較好一點 就是電子寶貝和大紅星 但是大紅星就不適合路程 應該是這樣算的 如果這樣 縮來衝 都衝得住人 你就沒得說了 大紅星的檔位又難處理 所以我們選膽 是不是都是選一隻電子寶貝 是的 所以一定 電子寶貝應該走 這場我們就用10號的電子寶貝做膽 拖婚5號怪獸媽媽 4號的有苗頭 和2號揚名觀著 連贏及為節Q共六注